你很多的Sam 我想跟大家介紹 我們現在的一個專業叫做協力廚房 那什麼叫做協力廚房呢 它就是一個找出新的交流管道 或是新的交流模式 那我們已經知道 因為COVID的關係 好久沒有很好的機會的交流 但是現在可以做更多的實體的交流 所以我們想要進行一些更多細部的討論 那大家也應該知道 一直以來有很好的一個模式 是請學者或者記者 來問社群問題 然後大家會一起問問題的 一起回答的 但我們想要做的是 社群一起問問題 然後一起找答案 然後用社群的力量 從多人的角度進行交流的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說 就是從一堆多到多到多的模式 所以目前可能是一個人問問題 然後很多人回答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 很多人問問題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蒐集整理 然後就是請對方 看我們這次在訪問誰 就是回答大家的問題的 那我跟志浩討論一個 大概的這個工作流程 就從研究開始 然後大量蒐集問題的 然後整理這些問題 然後把who跟what連結起來 然後開始執行 準備訪綱 聯絡對方 這些都是可以開放的協作的 那真的進行訪堂的話 可能是一個人來做比較方便的 但是零到三跟五都是可以協作的 就是一個多對多的訪問模式 那這個project 我們就是要從日本的公民科技開始 就跟他們進行一些交流 因為志浩剛好在日本 那我們就是想要認識那邊的開放政府 公民科技 各種人的意見 然後跟Cold for Japan做一些對話 那志浩可能會在那邊做實體的訪談 然後我可能在這邊做遠端的訪談 但是我們很想要知道 大家希望我們會問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一起進入這個過程 那今天要做的是 就是整理一些背景知識 初步的研究 然後更認識那邊的狀況 然後關於日本的公民科技開放政府 開始蒐集大家想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問誰 那就是整理 然後組織這些問題的 那另外我們也想要討論 我們這種流程合作模式 以及之後的發展 那這個專案適合誰 當然是問題最多的 問題很多的人 但是其實就是一個門檻很低的 對這個專案感興趣的人都可以 你對日本感興趣也很好 你對日本也很好 但也不是必須條件 對媒體感興趣也很好 什麼人都可以加入 那最後的計畫 是看這次是否成功再來說 所以我們就先從日本這個專案開始 但這個專案其實跟 這個計畫並不是跟日本有很密切的連結 我們就是剛好只好在日本 我們從日本開始 之後一定可以做更多 如果大家願意加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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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